那今天我们的生性业果的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的公案 是在杂宝藏经里面 杂宝藏经的第二卷 叫做 苏罗纳比丘维二身亡所苦恼源 那通常名字都很难懂 那往下解释的时候 你就知道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讲 有一位王子出家 他的名字叫苏罗纳 他在佛陀的僧团出家 他心里对佛法很好要 所以他放弃了王子的身份 出家去学到 其实在佛陀僧团里面 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那当然是因为一开始 佛陀自己带头 放弃了王子生出家 后面的人就 比较有路可寻 好 这个曾如老师以前有讲过 就是师父也是在汉地 为我们示现了一条 这个出家 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圆满的路 后面才有越多人跟着 所以永远是一开始在全面走先锋的那一位 祖师佛菩萨 他们就是最了不起的 我们后人就有路可寻 可以跟着走 那这一位幽田王子也是 他是王子生 但是他也学习佛陀 放弃王子生出家 在佛陀的身团里面修行 有一次他修那个头脱苦行 在一个山里面的树下 坐禅 那那个时候那个卫生愿亡 就是我们讲那个 犯了那个师父母重罪的 那个卫生愿亡 那他带着他的这些王妃 财女 那跑到那个树林里面也去游玩 那那个时候卫生愿亡 他自己累了 他就睡着了 那他那些财女 睡不着呢 他们就自己到树林里面去游戏 然后在那个树下就发现了 有一个年轻的比丘 在那边坐禅 那那这些 这些王妃财女都蛮有善根的 就对这位比丘问讯 然后请这位比丘说法 梭罗纳比丘就为他们说法 那那个阿瑟士王 就是卫生愿亡 他醒来之后 他发现他周围的王妃财女都不见 他就去找 走到树林里面 发现所有的王妃财女 都围着这个比丘在听他说法 但是这个梭罗纳比丘 是一个年轻的王子出家 所以颜帽端正 然后非常的俊美 那这些王妃财女都围着他 在他前面听法 那这个时候 这个阿瑟士王呢 他就跑去问苏罗纳比丘 说你得阿罗汉果没有 他说我没有 那你得 你得阿罗汉果没有 没有 斯多汉果没有 虚多汉果没有 就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没得到 那你修成不敬观了吗 没有 然后阿瑟士王他还有不好的习性 他就起了很大的称慧 说你都没有什么成就 你怎么敢跟我的王妃财女都坐在树林里边 在树林里边坐在一起呢 就把那个苏罗纳比丘拿来打一顿 浑身痛打一顿 这样 然后那些王妃财女看来都很不忍心 就跟这个卫生院王求情 说这位比丘法师他没有任何过失 请你不要处罚他 那他就更生气 更嫉妒 就再打得更狠 然后王妃财女看来都非常难过 一直在哭 他就更生气 诚心更挣扎 那个时候苏罗纳比丘 开始他心里是想 他说过去诸佛 都是因为修忍入的关系 得到了无上菩提 那尤其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做忍入先人的时候呢 被别人割去了耳朵鼻子手足 都还能够修忍 那我今天只是爱打而已 我的身体还很完好 我怎么可以不忍呢 他就默默地去修忍入 但是因为一直打 打到他全身实在是受不了 越来越痛 后来他又起了念头 他说如果我没有出家的话 我是王子 我加来继承了王位之后 我的军队的势力 不会比你这个国王少 那今天就是因为 我出家一个人 你就这样子欺负我 他就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懊恼 他就开始动念 想说那我回家去当王子 比较好 所以他就跟他的剃度和尚 加瞻言尊者 加瞻言尊者 加瞻言尊者是有一个公案 他救度了一个贫困的 一个女仆 老女仆让他能够升天 也是这个加瞻言尊者 那他就跟他的和尚 剃度和尚 加瞻言尊者讲说 他想回家 那加瞻言尊者也很善巧 跟他说 你今天被打成这样子 身体还痛得不得了 你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说 那 那苏罗纳比丘 就听他和尚的话 就先 回去休息了 半夜的时候呢 因为加瞻言尊者 已经证阿罗汉果 就显现神通 让那个苏罗纳比丘做梦 梦到什么呢 梦到他真的如他所愿的 第二天回家了 不过那是做梦 回家之后没多久 他的父王就驾崩了 就往生了 那他就正式继承了王位 他马上就聚集他的军队 去找那个卫生院王要报仇 结果呢 打仗打了很久 最后呢 他的军队还是败了 他就被卫生院王抓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 卫生院王抓到这个苏罗纳比丘 就派人说要处决这个王子 然后那个时候 梦里的这个王子呢 他非常大的部位 他想起他的和尚 加瞻言尊者 说哎呀 我希望我死之前 还能看到我的和尚 那就算被杀了 我也没有怨言了 然后那个时候 梦里就看到加瞻言尊者 知道他的心念 就搭一持波 持的那个习仗 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跟他讲 说 以前我常常对你说法 说这种斗争求胜 不会有好结果 你一直不愿意听 你现在发现后果如何呢 然后 当时这个王子 就跟加瞻言尊者讲 梦里的王子 就跟加瞻言尊者讲 说如果你今天救得了我的命 我绝对不敢违背你的教导 那加瞻言尊者就说好 然后他就 这个 跟本来要杀王子的那个 卫生愿王的手下讲 说你稍等一下 我去亲自找你的国王 希望能够救他的命 然后讲完之后 他就跑去找卫生愿王 但是这个国王的手下呢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不可能等太久 他就觉得说 那国王既然命令我杀 我也不敢拖延 就还是把他抓去 要杀他 那个刀块砍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王子心里非常害怕 大叫一声 梦就醒了 梦醒了之后 他就把他梦见的事情 跟加瞻言尊者 跟他的剃度和尚讲 他还是说罗纳比丘 然后加瞻言尊者就跟他讲 说其实在生死当中 你跟人家打仗 没有任何人是得胜者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斗争这个事情 战斗斗争这个事情 就是能够害到对方 叫做胜利 对不对 但是你造了一个 害对方的业呢 你现在因为你的鱼匙的关系 你觉得这样子 很快意很顺心 但是你造了一个 伤害别人的业呢 那将来因为这个恶业 要堕到三恶去受无量苦 那万一你的力量不如人家 变成他把你害了 那不但你自己丧失生命呢 那些跟着你的这个军队 百姓也一起遭殃 一起失去生命 一起受到伤损 那就更增长对方的恶业 那也因为这样子 害对方也陷到地狱里面 然后当然你自己也不会放过他 想要报复 就这样子互相残杀 冤冤相报 一直在轮回里面 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好 而且这种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的 这种痛苦呢 对于你今天所受的那个全身被打的痛苦 有任何补偿吗 其实没有产生任何补偿 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希望远离轮回生死里面 这种被打的痛苦呢 好 那其实你应该要向内观察 平息你内心的愤怒 为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是一切重苦的根本 不是会哀饿 就是会受热 受寒 受冻 受苦 然后生老病死 你也免不了 盲文毒蛇猛兽的侵害 你也免不了 好 然后既然有这么多怨敌啊 刚刚讲这个生老病死啊 盲文毒蛇猛兽 毒虫的这些侵害 有这么多侵害你的对象 你都没有办法去报复 你为什么特别想要对卫生愿亡去报复呢 好 你真的想要消灭你的怨敌 真正应该灭的是你的烦恼 因为烦恼这个怨敌呢 会害我们无量解 多生多世的生 世间的怨敌 只能害我这一世的一生而已 所以烦恼的怨敌 它会把我的善法都损害掉 世间的怨敌再怎么残酷呢 只能把我们这个 有肉臭灰的身体损害而已 所以呢 你真正认真去看的时候呢 真正的怨敌 其实是我们的烦恼 你今天不去讨伐 那个该讨伐的烦恼贼 为什么一直是想找卫生愿望呢 加赞眼尊者很善巧的为他说了种种法 苏罗纳比丘听了这个法之后呢 心开意解 马上正得了出国 然后更加精进的休息 没有很久就得到了这个阿罗汉国 好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修行过程 其实都会碰到困境 因为过去有恶业的关系嘛 修行过程一定会碰到困境 但是如果欲苦则退呢 苏罗纳比丘这个公案就会告诉我们 你在修行的过程 如果欲苦则退呢 最后结果其实是会得不偿失 后悔莫及的 好 所以还是要很认真的听善知识 跟佛徒的引导 真正的按照业果的道理 去对峙内心的烦恼 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乐之道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我们做回响 好 那回响的时候 用猛力欲心回向现实就近诸席远处 认真的回响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友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请不吝点赞